拿我们当傻瓜了吗 这个是吗 对不对 是比亚迪车体真的太飘了 还是说必须要涨价呢 他在2023年1月1日起宣布涨价 大概是三千到六千不止 是到2022年的年底到现在三连涨了 而特斯拉2022年宣布了掉价 占价幅大概是在一万多到四万一里 这为什么一个涨价一个掉价呢 明明特斯拉的品牌一样 要比比亚迪更好一些 销量也不差 为什么他会降价 而比亚迪不降 反而涨呢 这里头会说坑非常多 大家不要踩来 别上当 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到底是咋回事 而比亚迪涨价的原因是因为材料价格大幅上涨 以及这个西能源购车补助退坡等影响 所以说比亚迪呢 实施了这个涨价 其实西能源汽车购置补贴 政府将于2022年的12月31日终止 在此之后上牌的车辆 国家就不再给予这个补贴了 同时2022年下半年呢 电磁源让原材量大幅上涨 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呢 比亚迪进行了价格的调整 那么特斯拉呢 就是说玩的什么路呢 就是说我购车的时候 并且你给我这上保险 并且呢按期完成提车 尾款可以减8000块钱 那么2022年12月31日呢 尾款可减4000块钱 知道吧 这个东西就里头就是有猫腻了 是不是 实质的这个给你减钱 没准是在多黑你钱 多挣你钱了 知道吧 我在这里给你捡到了 在别的地方我给你又找回来了 所以说这里头就是个很大很大个坑 是不是 咱比亚迪玩就玩明的 我长大于告诉你 什么时候涨涨价 什么时候现在要上涨 而特斯拉呢 我跟你玩阴的 拿我们当傻瓜了吗 这个是吗 对不对